全新的紫灰色机车停在家门口前 宜兰肖先生指控 儿子18岁生日之后 就去机车行买下喜欢的机车 不过车行知道他儿子没有经济能力 因此提出零元交车方案 他儿子全额贷款 买下一台11万9千元的机车 那算什么 肖先生生气地说 直到接到融资公司的电话 才知道这件事 也不断强调没有同意儿子买车 因为现在的那种机车行太过不易 你们的行销去诈骗小孩子 不过当时机车行业者陈老板 得知被指控也气愤地为自己澄清 我以前给他个月子彭彭彭 你才说我没老实 我老实没老实 大部分都是家母带的 我们家有家同学 你今天没有家母带的 我们家给你轮你要干 我几个月子 车行和融资公司行为一切合法 去年除民法下修成年的年龄为18岁 这次之后不少刚成年的青少年 都陷入这类困境 如果满18岁的成年人 跟人家签署借贷合约 本来就要依照合约上面的权利义务 来负完全的责任 成年人签约后无法解约 工程力也无权介入 少年必须乖乖还钱 但经济能力有限 这回实在是过度消费 我是不会帮忙的 我要让他自己想到说 这件事严重性不是开玩笑的 学生刚成年要奠奠自己荷包金量 千万别没有理财观念 没收入却想买高价品 为了心目中帅气车款 刚成年就被债 昨天新闻代志间许洪志许玉成 一栏报道 好 好 好